音乐噪音吵死人 投诉冠军是 江青森 各位观众 看了刚刚的影片 以为是要讨论电影吗 才不是呢 是要考考大家 哪些乐器最常被投诉 准备好了吗 要开始咯 第一名就是 只不过若觉得邻居演奏乐器好吵 搭给环保局检举恐怕也无法开罚 属于不连续性的因缘 所以这种我们会 依照音管制法第2条规定 会专请检察单位协助处理 警方介入处理 可依设违法才把吵闹邻居 它OK或是破音设施产出的声音 这个我们会按照音的标准感受方式去比对 它的分配值是不是有什么那个照音管制标准 那如果它有超标的情况 我们会先请它限期改善 可是要练习演奏怎么办 自身机场员偷偷告诉我们 尽量白天练习和邻居好好沟通 才不会惹来纷争 土八周星新竹报道